像中国的范例 经商三举三三 发了大财 然后把财通通救济平民 都散光了 从小生意慢慢又做起 做几年又发了 发了之后有大不是 中国人供奉他为财神 有道理 跟佛经上讲的越是越多 那个发起来越发越快 第一次做生意 辛辛苦苦做了十年 一切在那里 马上就发掉了 第二次从小本生意再来 五年就发了 第三次的时候 两三年就发了 越来越快 所以 用钱是智慧 有钱是佛宝 不会用的了 早已 古宝在山土 有权有势 不会有 也会早已 好 别人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